大家好,欢迎收听网向编辑部的节目 今天要有我新西兰的 以德台长和社长Ray曼王 大家好 希望大家点赞、分享和订阅 订阅请记得订阅网向编辑部《正向报》和《浪冷气》 继续壮大中立模式力量 好了,这节目又是《望向娱乐》了 今节就会讲一讲TVB的《凌晶日记》 现在还在做的,值得追,我认为这一套 之前讲过ViuTV的《大叔的爱》 《大叔的爱》二选一的话,我会看《凌晶日记》 但《大叔的爱》它是有个优点 就是你播着做家务,你都能跟得到剧情 《凌晶日记》 《凌晶日记》都可以勉强,但是 你会有很大的损失的 哈哈哈哈 所以《凌晶日记》比较适合坐下看 而坐下看的,我自己觉得 那些演员的可观性 是比TVB之前有一套修视非常好的剧集 《逆天奇案》是好的 那《凌晶日记》呢,我最初都没有留意这套 是《盲向angel》 我发了个微信给我们,一看 喂,这套好看啊! 个个都瘋了啊! 这样,个个都瘋了啊! 那个时候,引了我去看第一集 哇,不是啊!真的好看啊!这套东西 这套好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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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戏 מי支撒这套 那有一点猜 Dao 那些我只是想想想想想想想 你 Chrysiaan 现在是有大型的 是有什么 legislation 就是有大型的 drom 暗之後 我覺得熊姐這出東西又是一個突破 從什麼指什麼 性格轉變得很突然 是不是 王浩信就是 王浩信就是 王浩信做的角色就是 他一個人做三個角色到現在為止 但是如果你有其他平台都看到的 因為其實我也有留意其他平台講什麼 他說之後還會多一個人格甩出來 這樣就好看了 所以我現在都期待著 那袁偉豪呢 最初你以為他是好人 然後呢 原來是混蛋 哦 即是有些意料之愛在那裡 是啊 當然有些人會覺得疫情已經很heavy的了 沒理由再看這麼瘋的劇 是 有一部分人是會的 所以大叔的愛呢 收視好呢 都是有原因的 我認為 有些人是要看一些輕鬆一些的東西 還有 令人感動一些的東西 那這出東西呢 比較難令人感動的 就是說真的 這個認真日記 他有感情線的 但是 坦白說 感動不了人的 我認為是 老老實實 即是這出《認真日記》 你看報局那些 那是可以的 還有 對心理病或者精神病人 多了一些了解 因為原來呢 我看回一些資料呢 就是 這出東西在內地的平台播的時候 紅姐就走了去北京那裡 那跟學精神病有關學科的大學生是有交流過的 你主要是做一些資料啦 是吧 是令到國人呢 對於精神病多了一些了解的 這個是 這個很好 就是這出劇的好的地方 我自己認為就是 那姜浩文呢 都是做得很好看的 我自己一向都喜歡看黑仔哥的 那很奇怪的 即是 你如果要雞蛋類挑骨頭 這出劇都可以雞蛋類挑骨頭的 就是什麼呢 警察都是精神病的 即是如果你要雞蛋類挑骨頭 你可以說 哇 這些影響警隊形象 大家其實要知道一件事就是 香港人從來都很了解一件事就是 電視劇是假的 戲是假的 是的 即是不要將這兩件事混合起來講的 即是 這個是香港的特色來的 香港電視劇 永遠警察都是黑警來的 一定有幾個是 要麼就是黑社會臥底 即是黑社會混進去警察做臥底 是社會有這些東西的 這些是戲劇文化來的 這個是 這些其實在內地是不能拍的 香港特色 嗯 千萬不要說這些 凡國安法什麼什麼什麼 老老實實 香港的創作自由是不會受到這個國安法的影響的 尤其是在這些層面上面 現在有些人是很想香港那個創作自由要收緊的 但是這些很明顯的 這些不會影響國家安全的 還有 還有 有一件事就是 令到大家對不同的精神病的了解多了 還傳播到一個很正面的信息 這些病是有得醫的 是可以吃藥的 還有心理治療的 是有得醫的 我認為 是可以減少 香港人或者國人對精神病人的歧視 這些是很正面的效果 那魏英雄當然做得很逼真 就是給人的感覺一看就是 哇 這個真的是神經病 我自己是沒有看過的 那我看過一些報道就說 他有一部分就演得非常之瘋狂 給人的感覺是真的是一個瘋狂的 那本來有一個很荒岸可親的態度 突然間就一手就扯著對方的頭 這樣拉低他 就變得很兇神惡殺 那個變化是半秒之間就發生 那很多人就 就是很多媒體就特別的刻意轉載 這一場戲就說魏英雄 演得非常之好 是啊 但是其實魏英雄本身自己都曾經有過抑鬱症的 那他是接受訪問的時候都講過 他很重視和同情這類精神病的課舖工作的 所以他之前是應該如果我沒有記錯 因為我都是看了一些新聞 我就沒有留一些鏈結的 那他就去了北京 就是跟一些學生講這些事情 那其實有精神病 很多時候那些人就會幻覺幻聽那些 就是根本會令到一個人的心 不知道怎樣的 那還有他那個情況 在這齣劇集裡面就更加嚴重的 為什麼呢 就是他的女兒和他的兒子都是有精神病的 就是基本上是全家都是瘋狂的 但是這些病是有得醫的 TVB他這一齣的那個安排也很不同 他是碎片式那樣的線索再解釋的 跟之前那種固定單元那些很不同 就是他這種手法 有些人一定是不習慣的 就是跟以前TVB用開拍的 這些刑事偵緝檔案的模式是不同的 還有這齣劇裡面 每一個角色裡面都有一些秘密的 他是越滑越深地這樣做的 就是未看的網友其實我覺得這齣劇是可以看的 還有他展示精神病呢 是一改TVB的作風的 是正面很多的 就是不是純粹展示一個丁蟹給你看 他是用了一些相對科學的方法 去講不同的精神病 舉個例子 韋家雄他做那個警司 他有遺咬症的 什麼都咬一餐的 我有點這樣的事情 是啊 現在圍咬症這三個字 也是市民大眾多了解的 圍咬而咬的 有些人 我身邊都認識不少這樣的人 圍咬症是有的 我也有圍咬症的 可能有些人說 哇你這個衛蟹 經常是圍咬而咬的 圍咬症這樣 孟燦林鄭月娥有孟燦病 哇 這麼大小 不知道 不過 裡面 王浩信 那個叫解離症 但是 我不知道什麼叫解離症 最初他指為這些叫做 精神分裂多重人格 原來呢 現在的名字是不同了的 就是 他是 很更新的 那個資訊 或者多重人格 那些 原來有另外一個名字 叫解離症 這樣 那就學到東西了 大家看電視 學到東西 其實是最好的 就是娛樂裡面 學到東西 其實就是 好一點的 還有 還有 其實我不認識那個女演員的名字 就是 他就做 葦英雄那個女的 劇裡面那個名字叫葉朗程 但是 不好意思 那些女演員 我是不認識他的 那他就 挺漂亮的 但是 對不起 真的不知道他的名字是什麼 那他就有什麼 余光恐懼症 什麼啊 余光恐懼症 哦 就是 什麼呢 就是一種 強迫症 或者是社交恐懼症的 一種來的 哦 就是他是用 射這眼去射其他人 這樣的 哦 這樣的 是啊 咦 會不會 大家身邊都有一兩個 這樣的人呢 哈哈 我自己就好像 可能真的身邊 有些這樣的人 哈哈 喜歡用射這眼 去看看人 是不是 但其實又不是很想 用這種眼神去看人 但是誰不知 自己就很多時候忍不住 是啊 是啊 沒錯 他就是這樣的情況 是這樣的狀態 沒錯 你說得對 就是這樣的狀態 哈哈 會不會我自己都有呢 想想一下 所以你要看一下這齣劇 就是我覺得 那 還有就是 姜浩文 他做有躁鬱症的 躁鬱症 是的 躁鬱症 有時候會很暴躁的 嗯 我說個個都要演一些 心理疾病 很大挑戰喔 原來這部電影對演員來說 是啊 袁偉浩最是連環殺手來的 就是這齣劇 其實 就是我都劇透一些 可能 有些網友應該都看了那部份的了 就是 袁偉浩連環殺手 他還說到香港警察 就會找些連環殺手去幫忙查案 這個 當然 有沒有可能 我不知道 但是 哈哈哈哈 但是 就是他有創意的 你看到整件事就是 因為 他是同一個 有心理偏差的 就是這個 袁偉浩做的 就是一個心理偏差的 高智慧型罪犯 嗯 那你就看到 做得是 很好的 那個 演技 袁偉浩 就是當然會令到別人害怕 他做那個角色 就是我看到他很陰森 我都害怕的 那些陰森的笑容 嗯 所以這些 是要坐在那裡看的 這些沒有辦法的 這些就不可能說 一邊做家務一邊看的 就是一邊做家務一邊看的 就很吃虧的 很吃虧的 就是一定要坐在那裡看才行 這一套就 認真人的 是的 還有我覺得這套 是有機會賣去Netflix 我自己操心的看法 他就這樣打回英文字幕 扔去Netflix 一定有人收的 這套 我會覺得很收得 因為這些這樣的題材 在西方是沒有的 就是這套東西的定位 我覺得是 某程度上是創舉來的 我記得之前有一套 《衛英雄》的《鐵探》 鐵探就去了Netflix 也有去Netflix 也是《黑仔》和《衛英雄》 也是袁偉豪的 那你說Netflix收不收得 我覺得就 沒有韓劇那麼收得 但是 你和朋友推介 他們看完之後 哇 就是原來香港的電視劇 是這樣的 就是可以 就是鐵探那裡 就可以 哇可以禁血聲 和香港可以禁自由 警隊的內鬥 都要拿出來說 那這個又是一個突破 就是 警隊會用 神經病的人去幫忙查案 其實 電視劇就是要 令人覺得 喂 真的可以這樣的嗎 有這樣的 文豪志 真的我覺得 是成功的 譬如我們這裡 有一套電視劇 也是警察的 我自己覺得 在這裡的劇集裡面 就是新西蘭的劇集裡面 是好看的 它叫做什麼呢 威靈頓靈異檔案 英文名叫做 威靈頓 Paranormal 那其實呢 它是靈異得來 又有些搞笑的 搞笑的 就是靈異得來 又有些搞笑的 我覺得都很成功的 為什麼呢 它已經拍了第三季了 這一套 很難得 第三季的了 還有 它在外埠 還有 所以 好像香港這樣 這些地方 是要想一些 大眾得來 又有小眾的東西 現在才做得到的 現在是 要找一個自己的 Niche Market 這些是難的 要試的 不停的 可能要試十套 才能種到一套 但是 刑徵日記 我覺得是 做得到的 還有 令到在內地 都是產生一些 很健康的討論的 就是北京大學副教授 精神科 主治醫師 和清華大學 社會治理與發展研究院 積極社會心態研究中心副主任 他們兩個人都是出了去做一個研討會 他講幾樣東西的 第一個就是徐凱文 這個就是北京大學副教授 精神科主治醫師 這個大家要回到一個月之前 為什麼呢 因為內地是平台早些播放的 這套劇 他就說每個人都會經歷一些不同的心理變化 都不願意被否定貶低 怕失去自我自尊 這些是正常的現象 但是呢 人是要 努力化解內心軟弱的部分 才有力量去面對這個世界 那另外 剛才講餘光恐懼症 陳濤 這個就是清華大學社會治理與發展研究院 積極社會心態研究中心的副主任 他就說呢 餘光恐懼症其實是由於在社交裏面 產生恐懼而造成的 其實是可以通過心理暗示的方法進行治療 正確地看待餘光 直接面對其他人的目光 而不要逃避 那麼他都說 其實很多人生活上都是有緊張心理的困擾的 那麼這些是有得治療的 那麼在內地做的事情呢 就是呼籲大眾心理健康 做一些建設 很正面的可以 其實很多東西是可以很正面地去看的 如果你是看一套劇集 你純粹專注在它 有些負面的東西 或者你覺得硬硬都要雞蛋裡挑骨頭 我覺得這樣不適合 你要給做這些事業的人 有一個創作的空間 你不可以誇死的 一誇死了 沒得做的 你那個軟實力就做不到的了 做這些軟實力最好 其實我認為 就是靠這些電視劇去做的 而這件事香港是幫到手的 好 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休息一會 我們回來再講其他話題 就這樣 拜拜 拜拜